兄弟们来重庆又被骗了 想拿个外卖 说是直线距离也就两三百米 看看我走了多远 往下走 看看拿这个外卖 我自己能掉个几斤肉啊 拐个小弯 再拐个小弯 你就能看到 自带VGM的带 张学友的 没了 这都是各种文创产品 走一路 没一路 什么三百米 这不就到了嘛 看下到哈 到了没有 没了 你以为到一楼了 其实还有两百米 1520的话丢着了 怎么还要扫码付款 你看这路又长又困 你看就是对的方向 怎么开始网上打拨了 走错了 又回到这个地方 几分钟不见 甚是想念 这边吗 不是 差点又走错了 累了 又不然买这雪糕吃吧 算了嘛 这一路都是好吃的 咱为什么要点卖卖 随便下楼都是这些东西 你看 这个楼的一楼 可能是那个楼的五楼 那个楼的一楼 可能是那个楼的五楼 只要是有楼梯的地方 都有文创产品 红牙洞 这啥地方没东西吃你说 你看这个小区的小公园 都是在这个楼梯中间的 我这导航显示还没到 我这三百米我走了多少米了 我 刚刚上边是一楼 这又是几楼 你以为很远 其实一点也不近 吃口饭累够呛 很阴凉地还蛮舒服 走吧 跟着导航走 一边走一边躺汗 我总觉得这些年轻人就是在专门体验爬楼梯的 这里真的不适合锻炼 每个一小段都有卖口肠的 爬一会儿热量刚消耗200克 吃个烤肠400克 太香了 150步到李子坝遗址 这一排也全是文创和好吃的 这里还有个许愿墙 总到这里90年 我约着和外卖员在许愿墙间面 不容易 我觉得在重庆 坐出租车司机需要有两码刷子 坐外卖员更不容易 再往前走就到李子坝站了 对面就是防空洞加油 车开进防空洞里面加油 下次咱们再体验一下 这满满一碗 我还发现对面就有卖的 不过我找到一个宝藏地方吃 看咱们坐在这个地方 轻轨就在头上开过去 来干杯兄弟们 看来这一趟还不算亏